欢迎收听中华国财经网站10月6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又是反复变圆 收市来说137点,报应是3966点 成交方面来说大概是1000亿左右 其实市场都是相当满局的 因为要到星期五北水才回流 所以等北水回来之后港股的走势能够做好些 虽然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特首公布施展报告 谈及到发展北部大都会的远景 但对于本地地产股来说中段有少少刺激作用 但最后刺激作用也不是十分之大 先看看股份的表现 本地的地产股今天都是轻微靠稳 盲地升了0.30% 新地来说中段曾经升3% 收市升1.7% 新世界升1.8% 近来来说都是业绩公布后 都是由30元水平反复回升 都是有一成左右的升幅 另外就是308港交锁 收市跌了0.3% 今天做得好的板块来说 电力水务方面的股份相当之不错 再看看风电股 大唐新能源升了10% 1257 中国江大绿色环保升了11% 111中港核电力升了8% 中港核抗业来说都升了6% 水务股更加强 371北控水务升了11% 1857中国江大水务更加升了2成1% 另外电力设备股也是做好的 东方电力升3.5% 1133克尔滨电力升5% 另外来说基建三宝今天也有些动作 中铁390升1.5% 不算多 但是1186都可以的 今天升了5% 50部5.462 中交建升了4% 另外来说就是天然气荒 欧洲方面 油价方面都是持续攀升 现在纽约去到79元的水平 市场都是 担心冬季的时候 原料的工...原油和天然气的供应 都是继续紧张的 所以刺激干散货的 运输中原海能来说 这300升了14% 其他的股份是个别发展 就是那些重磅的 比如 南筹股 腾讯 腾讯 阿里巴巴 那些东西 其实就不太移动了 市场呢 现在都是... 冲紧紧紧紧紧紧紧的 第一就是... 要留意 就是美国各方面的股市的走势 因为美股方面都相当波动 市场都担心 在收水的... 宿表预期的情况之下 美股仍未调整完股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内地呢 暂时就未复市 那两天在北水回流之后 市况会怎样 这些市场呢 都是冲警 因为近来的经济 都是向下滑的情况 所以呢... 市场都是冲警 这个是... 文银行方面呢 在第三季呢 会... 是... 适量降准的 是的 那... 还有这个是拉闸限电 那个电方的问题 和这个恒大事件那方面呢 那个是... 就是... 就是... 进展是如何 是的 那... 因为始终那个... 就是... 除了恒大之外 日前都是公布了花样年 也是有一个资金的问题 那... 所以来说呢 就是... 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房企 都是出现类似的情况呢 那... 这个呢 都是需要... 就是... 人所所所担心的情况 如果一旦就... 就是... 扩大的情况的话呢 那... 对大市来说 都是受压 那... 但是... 就... 行指去到这个位呢 暂时都... 嗯... 去到两万三千多 这些位置来说呢 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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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比较偏低的一个水平啦 那... 所以来说就... 就... 就... 就是... 再出现一个... 就是... 除非这个大市... 就是... 这些很负面的消息 否则的话呢 暂时来说 在这个位呢 都是... 是一个偏低的水平来说呢 都可以呢 是考虑呢 是分住吸纳的那些部分的的 是的 那... 今天的收市分析暂时是这么多啦 尖言 卖了 硏了